16日宣讀这个报告 17日 带了个团上来会见 行政长官刚刚宣讀完 当然全人类都看着 保龙看完他的报告 有什么借这个机会回应 是吧 不是会不会 最少都要说一句 甚有工作成效 得到国方支持 我们对李家超这个报告语意硬定 语意硬定这个是最低消费 都没说 都没说 半句都没提到他的报告 对 我想这个是新闻稿来的 国报的报道都大约相近 但是有没有提到李家超呢 就没有提到李家超这三个字 就是叫大家一起支持这个 支持行政长官 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叫这个代表团的人物 我又想跟大家 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了 为什么不提李家超这三个字呢 是吧 就是呢 如果人民日报 它说我们会支持 就是总书记领导 国家主席领导之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主席领导之下的 如果他这么说 我想就能解释了 你一定要说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央领导下 是吧 我们很熟悉的 你不提领导人的名字呢 因为领导的位置是没有意思的 可以不是李家超 是吧 就是换了李家超 随便一个 或者梁振英做了 这样呢 各位都应该支持他 依法施政 对不对 是吧 对不对 一定对的嘛 所以 特别是 刚刚人家读完施政报告 你提也要提 特首李家超读完施政报告 很有意见 很有见地 很有远见 很有创作 是吧 香港很多人支持 是吧 你们都要大力支持他 应该是这么说的 是吧 有时候你看里面的东西 你不要就这么看新闻 是吧 看照片 或者看官方的 你要细心地想一下 他有些什么没讲到 是不正常的没讲到 那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即是夏宝龙最少 他作为主要管香港这个第一把手的人 他对于李家超的报告是简直是和我们一样不满的 是吧 好了 那我们讲一讲他这个团先 这个团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有意思呢 夏宝龙就说这个叫做促进现代化专业人事协会 促进现代化专业人事协会 梁振英领导的 不好意思 新闻我们只看到梁振英是我们认识的 其他那些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是我更加有兴趣呢 更加有兴趣 这个协会成立45年以来 积极作为此之不如 充满法律香港法律金融贸易会计 检测认证 城市规划等专业服务优势 我想这个会里面就会有这些啦 是吧 金融会计 其他法律啦 你拉习成军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我想讲 请大家留意 这个叫做夏宝龙表示 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事协会成立45年以来 大家看了 推前45年是什么时候呢 1979年 梁振英都没从政 就是《中英联盟》的声明 1984 是吧 之后才开始有些人出来智慧啊 草委啊 有些精英走出来 包括梁振英啊 曾玉成啊这些 八九年 九年才出现的 那些就 梁振英是早点 都是80年代才出现 但是这个协会是79年 是吧 就是 怎么供出来呢 竟然我们没听过 我就没听过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了 所以这个这么神秘的组织 由梁振英带队 在这个时刻突然出现 固然是有趣的 我还要引用这个 夏主任几句说话 是 就是呢 他说这个呢 希望大家充分 就是叫这个协会的人 发挥一脚两制制度有势 这个我们明白了 聚焦国家所需 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 紧跟时代步伐 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 时代步伐 是吧 什么事啊 色变应变求变 这个我近来听到 这几个月经常听到 有人说一下 夏宝龙 他都说了很多次了 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如坚定支持行政长官特区依法施政 我们知道他识变应变求变 现在他加了一些字 在李家超的报告里面 他都说自己是创新了 是吧 他的字眼 或者我稍后再说了 留意了李家超的字眼是 顾本培缘 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 守正创新 他说自己是创新的 有的 在他的报告里面都开始说 大家要守着顾本培缘 守着我们的优势 然后努力创新 诸如此类 但是夏宝龙现在跟他加了一些 不只是识别 你要准确这样识别 要科学这样应变 要主动去求变 识变应变求变 是指这样 但是你反过来说 即是说 你说了很多东西 好像有些变 其实不是准确的识变 不是科学的应变 也不是主动的求变 间接也说了李家超这个报告其实没有变 包括他技巧地说 就是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是如果已经做得好 我根本不用说 香港要变 要创新 是不是 主动 主动有为 说过很多了 这类似说 为什么经常要说呢 就是没有嘛 你说自己变了 你准确会变 你说变了 你科学的应变 有应变吗 还有 我有变 你有没有主动求变呢 那我们看到 李家超其实他说来说去就是 守着业家的优势 守着我们的成就 是找中求变 守正创新 他用的字眼 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 我们看到中央是不耐烦的 还有这两天他还见了汇丰的大班 我们不再说他见了什么人了 以前没有的 现在呢 就是频频要出来见这个见那个 是不是 我们看他见陈茂波 李家超 都是用色变应变求变 但是现在就加了这些字 表面看 阿超是回应了色变应变求变 他说自己有变 但是现在他加了这些字就说呢 你那个变 你不是准确的变 不是科学的变 也不是主动的变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了 就是说呢 其实已经否定了李家超是有听他说话 听他说话就改革了 是不是 还要借梁振英这个人那把口 那梁振英不是普通人来的嘛 他是正义副主席 加以他还是前特首 前特首加正义副主席 他当然有权表现一下 或者有权评论一下香港的事呢 但是我都说来说去就是 你如果对这个现任特首是尊重 或者是信任呢 你没理由叫旁边这些令到他尴尬的人 名为高过他的人 个个都是你师傅 个个都是你老师 个个都是你老板 曾经是 这些人频频地说 叫你这样做这样做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你做不到 而中央是很不满 是吧 如果我们这样看 李家超是相当有问题的 是吧 我们在这个报告之前 出现报告之前 你看到一些温和了中央对他的态度 中央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严厉呢 应该是7月1号 没多久 刚才开始了 接着就看到很多国师级的人 写文 专题报道 都要他变 但是他跟陈茂波 以致我相信是整个 我相信他都会问一下香港的管治 就是那个AO党 那些 我想变 怎么变 我想他得到的回应都是没得动的 而上面没有讲怎么变的情况呢 我们不可以乱提的 因为你提任何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条片我有提过 比如杨晋彤 你叫他讲文化产业 他到处问一下 不行 这一天不行 那一天不行 自然就做不到 所有人都不能够做 他就说 现在香港你看数据 看数据好像OK 但是数据当然就是作水分 是吧 我们股市那些这一轮都是很不行的 但是你表面看 又是回到第三金融中心 第二金融中心 又回到最自由的经济看 你片面去看 很多表面迹象好像很乐观的 但是呢 都是欠千多亿而已 可以是当没事的 千多亿就是很多钱 借也借到了 现在有的班子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的 而更有趣的 你问我呢 我觉得李家超呢 他既然改变不了现状呢 他就只是 他和陈马波都是力求拖 拖到够钟 任期完 就算了 是吧 好好走走 你叫他做 他就做了 不叫他做 那他就做那五年 合约五年完就算了 没有人有权要求做多五年的 就是这样 我想现在就是这样 整个特区政府已经是一个 就是跛脚鸭 等看守政府这样的心态 但是问题在中央来说呢 不是想着这样的 那我只能够给一个形容他 看守政府和躺平的特首 香港现在似乎就是这样 李家超提不出任何东西 中央就不停给压力 包括 这次特意见这个前梁振英带一堆不知什么人 已经有一个45年历史我们不知道的团体上来 借这个机会 就这些说话 李家超听很不满意 半句都不提到他 这个这么伟大的施政报告 我想 心中有数了 是吧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越来越明显了 我相信很快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我想中央 因为如果是这样呢 阿超又管不了 是吧 形势 经济 政治各方面都一直在恶化下去 那阿超有什么值得中央留住他呢 可能留住他其中一个 重要的就是那些国安 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今次的施政报告 半年前而已 二十三条立花 几个月前的事而已 半句 半句 半句都没提 敢以提一提 就是自己不敢拿来炫耀了 中央也没有提到 你管治香港 由治及卿 管得好 是吧 维护国家安全有功 提都没提 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 现在最重要是叫你变 但是变来变去就变不了什么样子出来 那我们只能够呢 就是说呢 看见这样的情况就瞪了 李家超呢 就是担心了 但是也有一个较好的愿景就是呢 他都是两年多而已 真是两年多一点 已经问题这么大了 那他是不是还要摸多三年呢 一个躺平了的特首 是吧 一个无为之的政府 是吧 一班守着个老板 守着个门口的公务员 这样的一个情况 香港怎么应对这个整个环球的经济状况 都不要计 就要帮中共 第二个开放改革 二十届三宗全会的 还有不是要帮助中国再振兴了 是吧 那大约是如此啦 因为这次你看见的反应呢 夏宝龙的反应呢 我看就相当不高兴了 半句都不提他 因为你对着个前特首 是吧 就是只是鼓励他帮香港较好一点 半句都不提现特首在做什么 或者做得好不好 是吧 所以我们会这样看 我想阿超就很快会迎来一些更大的压力 是吧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 先说到这么多了